假如欠了银行一个亿 你会想说什么待遇呢 先不说这一个亿怎么花 得看银行愿不愿意借给你 在你向银行提出贷款的时候 银行已经提前摸清你的身价 普通的信贷肯定贷不了这么多 你必须得拿出部分资产抵押 比如房子车子或者其他物品 它们的价值至少占欠款的70%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跟银行借一个亿 那你至少得有1.4亿的身价 那有人就要说了 实在拿不出钱来还 卖掉剩下的资产不就行了吗 这确实是一条可行的方案 不过等你还钱的时候 可就不止还1亿了 因为你签的贷款合同规定了 未来10年要接受4.9%的利率 简单来说 你还要在10年内 总共要还给银行1.26亿元 包括每个月105万的利息 要知道利息也是银行收入的一部分 所以从你签下贷款合同开始 银行就会将你视为涨上宝 时不时要打电话 嘘寒问暖 为的就是让你能按时还款 但如果你还不上怎么办 此时银行就会使出连招 先是发短期提醒你还款 然后是无数次的电话轰炸 同时你签的钱会越来越多 因为每次预期后 银行都会在原来的利率上 再增加30%至50%的利息 一来二去 就像是滚雪球一样 要你还的钱就不止1.26亿了 但要是坚持不还会怎么样 会被警察叔叔带上银手镯吗 当你预期三个月的时候 银行就会派人上门催债 要是你已经提前跑路了 事情就更严重了 原来的抵押物会被拍卖 而你也会变成老赖 被列入 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 不仅是后续融资的问题 一切高消费均会被限制 连微信支付宝都会被冻结 此时你就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好好打工 二是还钱 二是被关起来 采缝纫机 而且一个亿至少十年 至于银行麻烦就更大了 虽说一亿原本算不了什么 但要是这笔钱迟迟还不上 就会变成银行的一笔坏账 而且这笔坏账会一直存在 对银行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哪怕你借了一分钱 银行都要及时跟你追回来 那么问题来了 赚到一亿需要多久呢